我畫畫呢,通常從哪邊開始起步啊? 其實沒有一定的規則或邏輯,有時候我會從天空,有時候我會從畫面的下半部,地面,陸地,有時候會從單個物件開始畫,有時候會整個畫面, 開始下色,做一個大面積的顏色的布局 像這張我就是用大面積的色塊,想要把我基本上想要的一個氛圍,先給大家大片大片的刷出來,冷色系暖色系, 會考慮一下 那方法有很多種,就是說畫畫的技巧有很多 這張畫來講的話,我比較偏向的是,用顏色的組合去呈現,還有就是我希望可以把空間,就是留白的空間,或者是 我講的虛區的部分,還有把一些我想要認為,想注入一些空氣的一些畫法,表現在這張畫裡 所以,一般大家認知的畫畫的,有一種說法就是,畫形狀,畫畫就是,形狀,區塊,形狀跟色彩,形狀當然它是,很基本的, 有些人画的是比较概念性的形状 有些人画的比较具体 比较具象的形状 但是我发现呢 用形状来简单的 简单的来区分它 我觉得还不够 还不是我很想表达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我在用笔下色的时候 不单单只是形状 因为你画任何画 它都跑不了形状 所以我不觉得是用形状或区块概念 几何等等去描述一张画 因为我在下笔的时候 我比较 我感觉上我比较算是把颜色跟 我的水彩笔上沾的颜色 做一个组合性的搭配 就是一个结构 譬如说我在每一笔的颜色 在上色的时候 我都会把它组合起来 然后这个下笔的当下就是组合的当下 而不见得完全是思考我要怎么画这个形状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形状的决定是在于我用什么笔 比如说排笔或者是一般的尖的尖的笔 尖笔处的还是源头的笔 水彩笔 或其他的油画笔都可以 所以重点不在于 shape 英文shape 中文的形状 我觉得我的重点在于就是我下笔的概念 我下笔的概念是用颜色堆 堆加或者是颜色塑形 或者说更应该比较广泛的说 应该是颜色的组合 然后形成一个异象的形状 或者是一个具象的形状都可以 也就是说你近看它不像 但是你远看整幅画 一定有距离的看它就像 比如说屋顶 或者是各个方面 所以这是我在 画不管是大面积的画 或者是小区块的画 我基本上都是用 人家说画细节 也有画写实的细节 然后也有画 比较印象派的细节 那细节 我画细节的方式 或者是以这张图来看的话 我的方式就是 不是说去画一个区块形状 不是这样的 你注意看我下笔的时候 基本上 比如说这里 我就是下色 我用笔下色 然后组合 把各种颜色组合进去 那什么叫各种颜色呢 那就是牵涉到光线 它亮面的光线 或者是暗面 它的暖色系跟冷色系 我要考虑进去 所以我在下色的时候 都是用冷暖 然后明暗 然后一笔一笔的去 组起来 然后你组的过程 你下笔的过程 当然它就有一点点像塑形的感觉 同时它就把那个形状给你 给叠出来 像这里 一样冷暖色 然后我下笔的时候 完全就是 只是按照那个笔的那个形态下去画 下笔下去 除非有些特定的小小的形 我必须稍微勾画一下 像这个屋顶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整个 画到最后 我只是在用 冷暖明暗的颜色 去组合一个 一个我想呈现的一个景象 然后这个景象 你看它其实并不细 但是你 一看就知道 我是在画 建筑 木顶 桥 然后 然后我在画整张画的时候呢 你要一个主要的一个思维 就是 我整张画 要有怎么样的一个色调 要用怎么样的色调 黄色 黄色 冷色 土黄色 或者是 特色 有几个基本的调 三色调 尽量把握在三个色调以内 一张画 不太 不建议太多的颜色 那主要的颜色的分布 轻重 就靠这个光线 来把你 带入 好 你这张图来看的话 就是你要有一些光线的表达 所以不论你用的是什么色 三色里面 你最后 你整个布局的时候 你要画的时候呢 就是你整个画 你要思考到哪些部分是亮的 哪些部分是暗的 让你填着 就要死的 你那没有人 那我们在这里 你都这样 真一荒 要